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来叫我说一部体育电影 真的是 为什么格子呢 格子也是刚刚去过印度 那天还聊了一集印度 所以最近阿米尔汗 应该是阿米尔汗吧 应该这么多 我记得是克汗 你这点讲究的 这个摔跤爸爸这个片子 昨天张老师刚看 好多观众让我们聊 你看了之后 哭了几鼻子 我确实热泪盈眶 确实啊 是到哪个点热泪盈眶 当然是这个呢 你看很多人会觉得张老师你好像经常嘲讽啊 你是一个经常去批判的 那个 当然了我想说呢 就是什么呢 这些人类的一些基本的 你说这个 对 情感 最后他听到这个国歌 对 我也在这个点上 这个点上 那很多人会说 你竟然你都哭了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为自己很多比较低贱的情感也会哭 没问题 但我不认为我的这个泪水呢 它就是低贱的 这个啊 就是 而且我不认为这个电影的这个 它当然是煽情的 它当然是捏着你的泪点的 对 但我认为它表现的是比较高级的 而且包括呢 他不会说那个 因为我也看到了有人在那说 你看 这么一部充满人性的这个电影什么的 你看 在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 啊 那个泪灭人性的这个 就不可能有这样的 这样 我觉得完全是错误的 他这个 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泪灭人性》它也是人性 这部电影难道就没有《泪灭人性》的地方吗 也有 比如说 呃 附近 这个因为体育的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电影呢 是 中国人尤其会喜欢 我不知道 我没有统计过票房啊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原因在于 高度的相似 就是 在某一些那个 就是社会体制 以及那个 几个方面 呃 这么说吧 比如说啊 一个是爱国主义的 嗯 这个体育的那个啊 爱国主义 妄女成凤的 啊 第二呢 是父权的 嗯 那么这二者 那么跟我们的这个 成长的背景 我们的这个社会体制 它是高度吻合的 我 我对张老师是一同意一不同意啊 怎么说 我同意在于这个 这个 左右眼泪这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张老师不需要为自己辩护 嗯 我想起了民国的时候啊 那个大师熊施利啊 跟那个徐副官去请教熊施利嘛 结果熊施利说你回去读这个自治通鉴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徐副官回去读了 回来之后呢 反馈啊 说这儿有问题 那儿有问题 熊施利一顿臭码 说你这种人怎么读得进书去呢 你不先看人家好在哪儿 你先上来给我批判 你有可能长进吗 嗯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你说这个张老师说 他天天是一个批判的一个形象 但是一个批判如果不是建立了一个赞赏的基础上 他没有认可的东西 他批判是站不住的 所以说张老师的眼泪不是低贱的 是高贵的 我的眼泪是低贱的 我的也挺低贱的 我看这个电影是哭啊 基本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是有病的 因为我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 从来不会有一滴眼泪 但是呢 我这个看电影哭是有名的 所以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呀 我看这个摔跤吧 爸爸 我大概是从第四五分钟开始吧 一直哭到尾了 太早了吧 你知道就是对我来说啊 这是个印度电影啊 他那种特别浓烈的这个感情 加上他那个音乐 所以音乐往往很有关系 哎呀 就是那个音乐一拐弯啊 一说这个女儿啊 一下子我就 而且我觉得啊 往往我看到那种出身贫寒的 我特别容易哭 就家里日子过得不大好 是吧 一看那种心酸呐 就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贫贱夫妻百事哀呀 这个音乐一拐弯啊 我这个眼泪哗就哭 但是我这次也要说啊 虽然我的眼泪是低贱的 但是呢 这种感动啊 也是很真实的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这次你发现中国人特别喜欢拉一个打一个 所以这次对这个摔焦巴巴巴的影评 你发现没有 一般都扮议印度这部电影 让中国电影五官都碎的地上 是吗 什么跟人家印度的电影相比 你的中国电影全是渣 你发现没有 中国人写影评往往是这种对立 但是我的确就发现 你说这是为什么 还是因为就是说咱都是中国人 我知道你也不真诚 还是因为什么就是说 比如说中国有的导演 要照我看 他这个让人哭啊 其实也是一个拿捏 就是你比如说具体到这个镜头的组阶 镜头的音乐的渗入 我就觉得有的导演 甚至很有名的导演 我老觉得他差一口气 我看他那个电影 我觉得他的剧情编剧足够让我哭了 像我眼泪这么卑贱的人 可是为什么真到了那个关头 我就是留不下来 这还真是一个 就是留不下来 但是人家这个摔跤爸爸这个 我就是狂奔催泪 我觉得这是个电影工业的成熟度的一个问题 这是个核心问题 就是保莱坞现在的整体的电影工业成熟度非常高 和中国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来我 其实我们常年搞内容创作的会知道说 哪个点是能拿得住观众的 你就看我摔跤爸爸 当然我是说我都一个眼泪虽然也低渐 但是我这个哭点稍微高一点的人 还贱人 对 起码两个贱人 然后这些呢都是计算的 预谋好的 对 而且我也我 你看文韬你四五分钟你开始哭 而且你完全知道到最后你会决低 对 因为这个呢体育 比如说大家最爱看的大逆转 对 你完全知道最后一秒钟 你这个胜利的泪水要下来 对 完了之后他老爹在那个黑屋子里头 他肯定会哭 对 然后他肯定会冲出来 对 你都是知道的 但是对 他就算准了 但是他用他的技巧 他用他的技巧和节奏把你拿住 其实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知道最后一刻才能哭出来 就是因为他前面 其实到了你差不多想哭的时候 他收住了 到差不多想哭的时候他收住了 这其实是一种这个电影工业 我觉得人家技巧非常成熟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这当然是算商业片吧 商业片 可是我觉得很有艺术水平 嗯 其实张老师我我跟你讲 我近年这个印度电影啊 咱们还是要看到他基本的这个国情 据说这个印度电影啊 能回本的不到5% 就是说他年产电影上千部相当于咱们几倍啊 但是大部分也都是可以说不是特别好的 可是呢他最后成为现象级电影的这几部 我这几年看了几部 我还真是有点粉呢 你知道在我看来更好的还不是这部这个摔跤吧 爸爸最对我有最大触动的是一个电影叫那个猴神大叔和小罗利 小罗利 那个哈罗曼 其实呢在中国就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印度那边的原型 就是他有个猴神 就这个电影 我认为对在印度电影的阵营里也堪称有点伟大性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看这次这个摔跤吧爸爸 我都听说呀 他的海他也注意到现在中国是他最大的票仓 然后他也注意到他的海外版本呢 删减了一些歌舞片段 因为印度电影过去叫文化就是歌舞是吧 一言不合咱就跳舞 然后呢就是包括喜剧 但是呢我就老说这个猴神大叔和小罗利这部片子 真的是实现了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这种统一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商业片 但是我认为他达到了很高的这个艺术水准 而且他还有政治上的关切 他讲的是一个巴基斯坦的小女孩 流落不会讲话的一个小女孩 流落到了印度 但是印度全是正能量啊 是爱啊 最后印度的一个艺人吧 一个人人 他就艰辛万苦 偷越边境 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巴基斯坦 送到他的妈妈身边 你想这个电影 我想起来就会流泪 最后就是巴基斯坦的人民 自动在这个边界线上 就是说 谁敢拦他回到印度 哎呦 我当时看着我就哭 而且你知道 哎 你说他辈儿俗 也不能说辈儿俗吧 就是说你说他商业边 他真的就打中我们这个这个俗人的心呢 你比如他选的那个小小女孩 长得特别可爱 那个可爱 你知道我当时喝两杯小酒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女孩第一次出现 哎呀 我当时我就小宝贝别担心 我在你身边 我甚至有这种感觉 他选的这个小女孩 你看你就是猴神 对 怎么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小妹妹第一次出现 所以这个印度电影啊 这个很有意思 你要真说他的电影成就 他这个艺术片在国际上很少获奖 对吧 可是他有一个宝就是宝莱屋这么一个独有的这么一种东西 现在有人说啊 过去啊 觉得他好像挺俗的 但是呢 近些年我觉得你得想到他是英语啊 他主要是印第语 不是 就是说人家在这个英语这方面 比咱们和国际更接通 接轨一些 更接轨 而且这些年他们这个跟这个更加重视这种现代化和这种国际化 而且主要出了这三个韩特别厉害 一个是这个片里面那个侯神这个片里面 阿米尔汗 沙鲁克 沙鲁克汗 一个萨尔玛汗 一个阿米尔汗 对 这三个汗一个比一个厉害 我最喜欢的还是阿米尔汗 我最近迷阿米尔汗迷的不行 这是哪个片子 就是就是摔跤吧 这个爸爸这个阿米尔汗 他确实现在是一个 现在看在全世界很少找到找到这样的一个艺人 就是说 他的几乎每一部片都是关切的印度的社会现实 你看以前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什么那个 那个神 那个片 你看 关注的是印度的宗教问题 这个摔跤爸爸 关注的是印度的一个体育问题 和这个女权问题 对吧 我就去找到他 2012年到2014年期间 做了三个季的 叫真相访谈 我这几天一直在看 网上都有 非常非常好 就是你就看到说 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公众人物 他就一级调查一个社会现象 第一级就是杀女鹰问题 你看中国其实我们也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 这个男女 这个数量不平等的问题 我前两天跟一个人口学家聊天 他说到2050年的时候 中国可能会迎来 大约有3000到5000万之间的男女人口差异 那个时候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而印度今天已经可以查明的 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 他们至少杀了3000 超过3000万女鹰 而就是这种问题 阿密尔罕一个一个的做 还有所谓的嫁妆问题 你比如说在印度 他是嫁女儿 你需要房子 车子 彩礼 送女婿出去留学 就是你生一个女儿 基本上等于你家破产 所以都是阿密尔罕去做的 这个 所以这个呢 就让我想起 就是咱们也有人 这个检讨这部电影 说这部电影啊 这个三观有问题 说这个父权癌 直男癌 是吧 凭什么让那个女儿 就为了实现你这个父亲的理想 就非得让他去这个摔跤等等 现在有些人说 但是要照我觉得 这种评价吧 有点像是那种说 哎 这个都难民饿死了 为什么不给他们吃点肉 这个是在真空国 对 印度的这种国情啊 你还真是就 他电影里边不讲吗 就很简单啊 那要是通过印度的同婚数量 到现在都是全世界第一啊 对 对吧 那就是嫁个人家暴啊 14岁 甚至被一家的男人轮奸呢 那他就去练摔跤 还真的就是一个唯一的选择啊 摆脱这个命运呢 所以我那天看完电影之后 我写了一个特别短的一个短评 叫做以强妇权成就女权 就是 这个角度挺有意思 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新闻视角 通常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新闻视角 中产阶级去看待社会的 特别的 我用一个不好的词叫特别的白莲花 就是会脱离现实的土壤去讨论问题 但实际上很多的社会问题 就是以不合理来解决不合理的 我们中国的问题 这部电影也是会让 有些女权主义知识分子非常不满的 但是我觉得 对不起 那个艺术家不是什么主义者 不是公知 艺术家最重要的 我说这个电影 骨感和肉感 肉感很重要 讲得好 这个肉感就是现实感 当然 也包括他这个整个的这个电影制作过程中的这种 比如说没有提升 就是说 那个这种肉感 就是现实的这种肉感 全权到肉 这个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在想 你刚才讲的这个印度电影 我在想的 这个很可能是 继三十多年前的那几部影响中国的电影之后 这部电影可能会再度的就是 点人 这印度电影和中国观众的这个关系 可能是一个我看完之后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可能格子这个太小 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 在我们小时候 文韬你肯定啊 流浪者 拉兹之歌 对 你知道那点吗 阿巴拉姑 阿巴拉姑 那是典型的印度那种歌舞片 对啊 因为是七十年代末 为什么叫 他如果不叫流浪者 不是这样的一个悲伤的那个呢 中国人不会哭成那个样子 或者说不会很屌的 大家都在街上哼这个 小流浪 流浪者 因为当时中国刚刚也是一个迷茫的年 都在迷茫 彷徨 然后第二部电影呢 可能没有那么轰动 但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讲很轰动 迪斯科五星 嗯 就是印 印度本来就是歌舞王国 对 迪斯科传到印度之后呢 激发了整个印度在跳迪斯科 而当时的中国呢 还没开始 还要滞后一点 就是 稍微滞后一点 所以呢 竟然 这个西方的迪斯科文化 他 竟然 拐了个弯 介入印度这个电影 所以直到87年88年 中国才拍了也是一部 维吾尔的迪斯科电影 西部五皇 嗯 这个呢 多少受了一点这个印度那个电影的影响 但是呢 这一部 那那两部呢 我们现在看的都太印度了 尤其是迪斯科五星 也是一个平民 一个小伙子 爱上了富家女 然后屌丝逆袭嘛 就这样的成功的故事 通过跳舞 跳迪斯科 对 然后获得了成功 大概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看的 所有的这样的故事呢 就是商业电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素 就是 但是呢 现在这一部 你看这一部呢 你重新去看迪斯科五星 你会发现 它有很多桥段呢 它是非常前现代的 就是它它是保莱坞 但不是好莱坞 对 但呢 现在这个阿米韩的这一套 它既是保莱坞 又是好莱坞 就是好莱坞的东西 我全学到了 哎 就是就是这样的 对对 这个我看它这个最新的这个 我就说这个喉神大叔啊 我也有同感 因为通常我 我不太爱看歌舞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印度反思 他们行销到海外的电影 他们都注意这一点 就印度电影传统当中 这个歌舞剧 咱们能不能 比如有的是裁剪一下 有的是减少一些 但是呢 像这个摔跤巴巴吧 这个就不就不算多了 但是我看的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喉神大叔 这个就是一个歌舞剧 但是你知道我竟然发现 我怎么爱看他们拍的歌舞剧 我的天 我敢说中国弄不出来 这是民族文化里边的东西 而且他拍 其实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电影很了不起 就是他在讲这个故事之余啊 他展示了他的民族文化 他不但展示了他的民族文化 他还用现代化 国际化的通用的这种影像 音乐 舞蹈语言 去展示他能歌善舞的这个文化 因为里边 除了这个 印度那个遍地都是神的 除了各种神的这个祭祀游行之外 比如还有这个 穆斯林 穆斯林那个其中有一段 这个在台上唱的那个 哎 音乐也是也是棒啊 我听的都听嗨了 我觉得咱们这么好啊 所以你 你还可以看一段 就是他这个猴神 猴神的第一次出来 就是在他的一个祭祀巡游活动中 但是你特别起份 你可以看看 而且啊真的是 怎么这个印度电影啊 特别让人能哭能笑 我不知道是因为 要不说你看 国产片说实在的 我这悲剑眼泪的哈 也会哭 但是这个累点跟我看印度电影完全不一样 嗯 其实我就认真去扒拉了一下 我发现印度 就是就是前面张老师说的那个时期 他当时有非常好的印度电影也传到全世界了 但后来好几十年见印度电影都不行 直到这几年才行 就前面说到这么多歌舞的问题 这个其实跟印度本身这个国家的发展是高度联系的 就是说实际上印度人他几乎唯一的这个可以大家全家人去娱乐的活动就是看电影 所以很多年里面印度的电影都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 你去印度你会发现就排一家人排两小时队进去看一个电影 那你说这个电影要多长呢 你尽量给他三个小时 你总不能我们家排了两小时队给我看一个半小时吧 所以印度电影特别长 动不动三个小时 而且他长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度特别的热 热的你电影院里有空调嘛 你就不喜欢到外边 所以他会特别长 他是跟国情有关的 对 所以中产阶级不爱看的 那电影院也特别烂 印度的电影票一般十几块钱 就是说咱们中国要说票房 这个钱比人家多很多 可是实际上呢 真正的这个观影人次 没法跟印度比 而且你看咱们的荧幕数都比印度多 但是印度的电影院更大多数的是 就一个电影院就一块荧幕 就还是咱们小的时候 那种那种电影院为主的 而且直到这几年 我们的这个像什么支付宝去印度投资啊 才给印度人学会了在手机上买电影票 之前呢真的就一排排两个小时 可以可以说 其实全球化在改变印度电影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次这个阿米尔汉来中国呀 这个人是叫阿米尔吧 是 对采访的时候 我看有个记者讲一个细节 挺有意思 这个记者就问他 因为我发现印度这种真是多多才多艺啊 他是编剧配乐什么歌舞制片人演又是主演 然后呢 咱们的记者就问他说 在你们印度这个啊 这个小鲜肉和这个IP 火不火 结果这阿米尔呢 没听懂什么意思 然后我看那个记者写的很有意思 说当记者费了很长时间 给他解释清楚了这两个概念之后呢 两个人同时露出了差异的表情 没听说过 就说 后来这个阿米尔就说 很坚定的说了一句 明星不管多么有名 鲜肉不管多么鲜 都没有电影重要 那只能吸引观众头一两天 往后 电影当然大于明星 我记者问这个问题 显然是有对中国电影的针对性 小鲜肉横行 就大家都没有这个时间去拍电影了 大家要早替身了 就是有些容易的 我哪有时间说去练个三个月啊 练个摔跤什么的 嗯 就是这样的 对 就是说去什么体验生活啊 什么的 他可能还是一个问的问题呢 还是在针对中国电影 你现在就这个人 阿米尔减肥的故事 这几天他们都说 好像减了五十斤 是先增了五十多斤 先增 然后再减回来 对 他就是怕最后回不去了 所以倒着减 可能先拍的 后面的一些先拍嘛 就是 而且他这个其实给我一个 这个启发呢 其实说出来有可能还骂 但是呢 我还是想说 就是说 我 我们中国电影啊 确实是应该反思了 就是我们总说是这个监管的问题啊 各方面 总把所有的原因都往这上面归咎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 我们的资本 我们的电影人都在干嘛 我们的资本 动不动就想把一个小鲜肉推上去 我们电影人动不动就想收快钱 这钱要没收回来 我还不如今年去投一下房地产 就是 在这种理念的趋势之下 我们真的就缺少了像 你看像阿米尔涵 他说这个话 他觉得特别的自然 就说 为什么要用小鲜肉呢 人家就是全世界都觉得是共识的东西 在我们这 因为有那么几个钱扔进来 一切都 规则都变了 我觉得这个我们真应该反思一下 是 我现在真的觉得呢 就是过去这么说吧 好像有点抬杠 我现在觉得你不要讲什么文艺片艺术片 在人同此心嘛 就咱们爱看的电影 对 我不是说中国美好的 可是我原来就说 在中国这些周边国家 我这几年看上去的 就是最好的电影 印度 韩国 对吧 超过你中国电影界 我不是说你中国电影界个别的片子 比如说有个什么霸王别姬啊 或者江文早期的 都看三十年 是可以这么说 但是就这个数量来想 甚至在咱讲国土和人口比例来讲 你中国电影界钱是挣着了 可是您这点成绩 我觉得害臊吧 这个而且而且现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特别觉得 中国的这个电影有些不真挚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些导演玩花招啊 玩艺术 玩的都挺好 可是你看相比起 我就说你看印度这个让我哭 让我笑 我为什么感受到一种 就像泥土一样 就是很质朴的东西 是 汉淋漓吗 是吧 你看 首先人口也很多 但是像这样的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 他们真是社会里头发声吗 发声 真的 发声就是说群魔乱舞 大家跳舞 忽然音乐想 所有人都会跳 对 他的身体解放了这个 跟我们的汉文化 对身体的几千年的束缚 这个是没得比的 对 所以印度歌舞片它的社会基础在这 就是 而且跟那个人口有关 所以我说一个是 你看你能够闻到那个汉臭 对 而且刚刚说的这接地气的问题 我记得当时在印度 那个导游就说 他一直在教我用手抓饭吃 我这玩意子 反而他说 你只有用这种方式 你才跟大地是亲近的 他有这种文化的 对 而且他就像这个 你说这个阿美尔犯的真相调查一样 他真的关心印度妇女的命运 对 他是真的 对 对 对